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快要失传的上海点心 鲜肉赤毛团 赤毛团和糯米茨有的一瓶 都是糯米食的点心 只是糯米茨它是吃凉的 然后它那个馅呢都是以甜口为主 而赤毛团呢 它是吃热乎乎的 因为它里面有大肉馅 所以喜欢吃肉汤圆的朋友一定好这一口 下面我们就言归正传 做赤毛团我们需要两种粉 一种是糯米粉 一种就是粘米粉 今天我想做八个 60克这样的粘米粉 90克这样的糯米粉 总共150克 粘米糯米四六开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我觉得最好的配比 口感适中 不挪不硬 而且好 它成品之后 那个馅啊还漂亮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更糯一点的话 你可以把它变成三气开 鸡粉糯米 但是鸡粉糯米已经很多了 不能再多了 一来呢 不见得口感好 二来呢 那个糯米汤软嘛 所以蒸好以后呢 它会朝下塌 所以就可能变成 顶部呢 那个皮变薄 然后四周呢 皮会厚厚的 两种粉先给它拌一下 我们再加水 这个糯米粉啊 真的是很难搞的 水要慢慢加慢慢看 特别是到了最后 你哪怕只要多加了一点点 它就会变成很湿 这团面团啊 要觉得是有点干干的 不要太湿 那150的面粉 我大约用了在130cc的水 这面团小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手 放在手上 直接这样按 按个一两分钟 然后放在边上 我们做其他的准备工作 先准备一张蜡子 把它折起来 对折对折 再这样 然后大约凉一下 它的半径 到这里 给它剪掉 然后腌着这个边上 剪掉一点 待会拉开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一个小孔 两边都要 这是中间部分 可以就一下剪下去 打开 垫在锅底下 这个呢 是隔夜 脏开的糯米 你隔一夜 隔两夜都没有关系 遗长不遗短 大约是小半碗这样的糯米 泡上水到这里 然后要用钱呢 你在这个底部 扎几个小孔 把水漏掉 就可以了 事先 散开的肉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调味 如果要参照我的 请打开视频下面的描述 那也有明细 七七八八都烤定了 我们就可以包了 把面团先分成八等份 大约三十一二克一个这样子 不要太大 不要超过三十五克一个 那样太厚重了 这样搓圆 用手指在中间挖一个洞 然后 大拇指伸进去 往里伸 要这样直的朝里面下 你竖起来 横过去 都可以 只是这个糖要往深里走 不要往宽里大 这样挖好一个糖 把肉馅填进去 用筷子给它安紧 安紧收口 那收口的时候呢 你不可以 这样收 如果这样收的话 圆形收的话 那个糯米粉会有一团 团在这个中间 变成很厚 所以我们就这样收 把它合起来就好 因为糯米粉 只要用一点粒 一点点湿 它就会合起来 如果说你发现哪里破了 你还可以用补的 它都看不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合起来以后呢 我们不要这样揉 不要这样揉圆 我们用这样安的 你揉的话它容易散开 就这样窝紧它 窝成一个圆形 最后呢 你桌上别忘了 放一点水 这样呢 两个好处 第一 碰到水以后 它那个粉 就可以全部合起来 一点缝隙都没有 再呢 接下来我们要蘸这个 糯米 湿湿的好 它就容易把 糯米粘上去 给它粘饱了 糯米 这只池毛团就做好了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石子在里面 那看你每个人的首饰 你觉得哪个方便就哪个方便 只是呢 你那个手要有感觉 里面不能有薄有厚的 要让它感觉很均匀 这个边上呢 要稍微薄一点 就这样直的封口 然后窝紧它 上面裹上一层水 裹饱了糯米 就完成了 做好后 我们水开上锅蒸 二十分钟 水开转中火 二十分钟后 它就变这样了 很漂亮了 米粒变成亮晶晶的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印象 它的皮凹凹凸凸的 有点像刺猬 所以我们叫它刺毛团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